各界都很關心五倍券的上路時間 那10月7號是不是民眾就可以拿到 那五倍券可以在國慶連假前上路嗎 相關的作業都在緊鑼密鼓的進行 一完成會向各界做報告 因為去年三倍券的成功 現在各界熱切期待五倍券 我們看到商家一直加碼 提出各種優惠 連縣市政府也都有各種 優惠配套加碼措施 我們覺得非常的好 而所有的店家小攤商也都在熱切期待 我們希望等疫情穩定下來 我們三倍券就順時推出來 一方面 我們給這一段期間受衝擊的 店家小攤商 夜市百貨大家 都能夠得到 一個很大的振混機會 一方面 也是因為經濟成長的果實 讓全民分享 相關的作業 都在緊鑼密鼓的進行 一完成會向各界做報告 長榮機師確診傳染他的兒子 Delta病毒恐進入社區 在野黨提出長城機組員要改為 居家檢疫隔離14天 那是否有可能 Delta變種病毒非常恐怖 台灣 昨天看到的這兩個機師案例 也是一種突破性的一種感染 我們 非常的 嚴正以待 以罪嚴的規格 所以都是 預防性 整個來隔離 台灣市 鄭市長也非常的配合 各方面都在做 大家都一定要依據防疫指揮中心的指引 才能維持 台灣第二次戰爭疫情的奇蹟 同時 政府也會以最高規格的規範 大家一定要嚴守規範 不要有任何 不遵守規範的作法 至於基書 工作非常辛苦 也很特別 但是我們也 已經把原定的提前來實施 也會 重演 加碼 來要求 我們希望 大家都能夠 從方方面面 鎖住 防疫的防線 我們有座標的 也foot 有座標的